L9110S模组 L9110S模组 它是一个马达的驱动板 然后是双马达的驱动板 所以它可以接两颗马达 它是属于小功率的驱动板 小功率 所以一般我们常常在 做小车的小马达 包括TT马达跟N20的马达 都可以使用 在上面这两个绿色的端子台 端子座 这个是用来锁马达线的 因为它可以控制两个马达 所以你可以锁 第一个马达锁MotoA 第二个马达锁MotoB MotoB 所以这两个都可以使用 那你也可以一次使用一个 然后在下方的讯号线这边 你可以看到中间的地方是模组供电 模组供电 VCC跟GND 那这个模组供电 你可以直接接Arduino板子上的 VCC跟GND 就是5V跟GND 但是如果你接的是Arduino上面的电 那你的输出的量 就会受到Arduino供电能力的限制 如果你接到USB的话 它总输出是500个mini安培 所以你的后面接的马达就不能超过 使用的电量就不能超过这个电量 那如果你使用的电量会超过500mini安培 你接比较稍微大个一点的直流马达 那你的VCC跟GND就可以接到外电 比如说电池盒 或者是直流的变压器 它可以接到大概12伏特左右 不能超过12伏特最大 这是供电的部分 那另外你看到左边有一个EA B的EA跟B的2A 那这个B就是控制马达B的接线 所以一个马达的控制性有两 那同样的这个是A马达 也是有EA跟EB 那A马达的接线 这是A马达的控制线 也是有两条 然后控制的是A马达 所以如果你要控制这一个马达 那你就要把接线接在这一段 那两个都控制 你就两边都要接 那一颗马达为什么会有两个接线 因为它的控制原理是使用电位差 电位差就是电压的相差的幅度 所以假设你的你这个EA跟EB 如果一个送0伏特 一个送5伏特 那它就会用全速去运作 马达就会用最大的功率去运作 那假设你一个送0伏特 一个送2.5伏特 那它就会用半一半的效能去运作 所以它是经由这两只脚位的电压差 去做马达输出功率的控制 那马达的正反转 就是你把两个脚位做相反就可以了 比如说本来是EA送0伏特 然后EB送5伏特 那如果你希望马达转向相反的话 那你就把EA送5伏特 EB送0伏特 这样就可以达到反向转向的功能 那这个是L9110的基本使用跟控制的方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L9110S的马达控制模组的输出使用 那么我们现在的接线 我们只有接一个马达 所以马达就直接使用双头排针 直接接到马达的输出端这边 然后再接上那个杜邦线 这样比较好操作 然后在控制的线这边 我们因为只有使用一个马达 所以另外这两条是没有接线的 那这个是如果你要使用第二个马达 你才去做这里的接线 那一样这边呢 中间两个 一个是VCC 一个是GND 那我们要保持良好习惯 把黑色或咖啡色接在GND这一边 这两条中间这两条就直接接到 你的扩充板上面的VCC跟GND 也就是黑色的接地跟红色的阵垫 那在这一个扩充板上面的 黑色都是接地 红色都是阵垫 所以不管接到哪一只脚位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好 所以我们电源的部分 就使用Adeno板子上的电源 然后在控制讯号的部分呢 要两个控制讯号 那所以我们就在EAEB 这个两个接线呢 我们就把它接到 Adeno控制板上面的 5、6两根线 那因为它是可以用数位 也可以用类比 那为了 我们为了要能够控制马达的转速 所以我把两只脚都放在PWM的脚位 就356、90、11 那你也可以两只都数位 如果你两只都是数位输出的话 它就只能控制正向跟反向 转跟不转 那如果你其中有一只脚是类比的 那它就可以控制你 除了正转反转之外 还可以控制你转速的快慢 至少有一根脚是要放在类比 那两个都放在类比也没有关系 基本上它就是算你的电位差 来决定它要输出的功率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五角跟第六角 两个都是PWM的脚位 那么接下来程式运作的部分 我们一样使用Transformer 来做示范 那一样选到S2A Plus 然后选到你的板子 那前面有烧过就不需要再烧录 然后开启Squatch3 然后直接按连线 连线之后一样要把我们的扩充积木给放进来 所以扩充积木S2A Plus 那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两个类比的接角 两个数位模拟类比的接角 PWM的接角 第五角跟第六角 所以我一样拉出数位角位 然后在这边一样选PWM 然后我是第五角跟第六角 所以我要用两个积木 把第五角跟第六角都控制 在输出PWM的位置 启用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控制它的输出 一样是第五角跟第六角 第五角跟第六角 我给它加个滤起 那么你会看到 如果是两个都是0 就是两个都没有输出的话 那它是不会动的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跟限迟来做对比 那我们在马达上面 我们在马达上面刻意加了一个交代 转轴上面加了一个交代 让各位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它的转速跟转向 那么现在都是0 所以我Action的时候它不会动 或者你如果是两个都是满电位 都是255 那你去Action应该也是不会动 但是如果有其中一个是0 你造成了电位差 你去Action 它应该就会开始转 就会开始转 那至于这个 现在已经是最 电位差最大的程度 电位差最大的程度 它转这么慢 那这是因为你的这个马达 你买的时候 马达它有转速比 它的转速比如果比较 比较慢的话 它就是最快速度就是这 所以你在买马达的时候 也是要挑一下转速比 那么现在我把两个对调一下 刚刚0的现在变255 刚刚255的现在变0 那请你等一下注意看它的转向 我现在Action 有没有它就反转了 好它就反转 所以你可以发现 当我这两个电位差 如果说 如果你的电位 那么我们再来试一下 如果用比较慢速的话 假设我现在只是给一半的电位差 0到128 然后我们再Action 看一下速度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觉得比较慢一点 觉得比较慢一点 我再慢一点 64 Action 有没有觉得 就整个都慢下来 那你再往下 有可能它会不动 再Action一下 有可能不会动了 因为它的马达 它从静态启动 从静态到开始要动 那个部分的静摩擦力比较大 所以一开始如果你想让它转 也许你给它64 它不一定会转 你看现在给64 不会转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给它足够的力量 大一点的力量 然后去转 它开始转了之后 如果你再给它小小的力量 它有可能还会 依然还会转 还会转 因为它这时候已经没有在静态摩擦的状态 动态摩擦比较小 所以它依然还是会转 然后速度会有差 所以你在启动的那一刹那 可能需要大一点的力量 所以你电位差 启动的时候大一点 如果过了它的门槛 它会动就会动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个PWM的数值 这两只脚的电位差 就会控制它转动的速度 这是L9110S的使用方式 就是L9110S的使用方式 就是L9110S